iPhone 15 Pro 轉了做 Action Button 設計 不過官方的用法只可以自定義一個 shortcut 很多人都說不夠用 但其實現在大家只需要下載一個 App 就可以將它的功能大大提升 簡單來說 我們只需要將iPhone面向不同的方位 再按緊 Action Button 這個鍵 就可以給予不同的指令 換言之 現在的Action Button 一次過可以做到六種不同的設定 如果不想錯過最新的科技資訊 就記得訂閱我的媽媽的YouTube Channel 和按通知鐘仔 大家首先要去App Store 下載一個叫Action的Apps 之後就可以打開選擇Open shortcut 開範圍去設置指令 為了方便大家之後的操作 我就建議大家可以幫檔案重新命名 之後就可以在加入動作 搜尋Get device orientation 再選擇如果 在條件選擇是 而Unknown 就是選擇你想要的方位 一共有六個選擇 包括向上 向下 向左 向右 面向自己 和上下反轉 這次我們就選擇Portress 面向自己 之後就在下方 按搜尋Apps和動作 設定電筒 留意 你要選擇開啟才會成功即時開到電筒 另外也可以設定電筒的亮度 選擇好之後就長按 將整組指令移上去結束如果上面 最後我們就去設定 動作按鈕 在捷徑選擇一開始設定的檔案名 而我這個就是Action Button 這樣就打工告成了 現在整組指令的意思就會變成 當一部iPhone面向著自己的時候 我們長按Action Button 就會開啟電筒 以上就是設定Action Button最基本的用法 另外其實它還有不少更高階的設定 我們也一共整合了以下幾個 相信可以幫到大家日常生活的指令 讓大家跟著來試試 平時PayMe要收錢也要教一輪才開到PayMe Code 現在只要面向你選擇的方向 一按Action Button 就可以彈曲出來收錢 首先要去PayMe的我的Pay Code Captain自己的PayMe Code出來 再將圖片設定為喜好項目 之後就回到Apps 內搜尋 Get Device Orientation 選擇如果 是 FaceUp 再搜尋開啟選擇 選喜好項目 記住要將整組指令 放在結束如果上方 這樣就完成可以做到一鍵PayMe Code 要留意的是這組指令 我們將PayMe Code的照片 設定在喜好項目 所以大家平時設定照片 就不可以再加其他照片進去 如果不是的話 它就會顯示了另一張照片 而不是PayMe Code 如果遇到突發情況 想錄下它或錄音都沒問題 因為開機只需要3秒 那就不用怕錯過了 同樣是Get Device Orientation 下方選擇如果 條件就是 當你的iPhone面向右面時 再加入錄影 設立後置鏡頭 以及即時拍攝 出來的效果就是 當你的iPhone向右面時 再長按Action按鈕 就可以即時幫你錄影 同樣如果你想錄音的話 一樣在Get Device Orientation 下方選擇如果 條件是向左 再加入錄音 當你的iPhone向左 再長按Action按鈕 就可以即時錄音 要講方便又如何少得Check GBT Shortcut也可以幫你一件Call out Check GBT出來 一樣在下載完Check GBT之後 開啟Apps 選擇Get Device Orientation 下方選擇如果 Device Orientation 是面向Portress 再加入Apps 開啟Check GBT就可以了 Check GBT 分別可以做到兩種功能 第一種就是 跟Check GBT進行語音通話 當你把電話面向自己 再長按Action按鈕 後便可以即時問Check GBT問題 而他亦都會用語音回答你 在工作時間 分久被人拍到 首先要冷靜 可以和你的上司聊天 解釋一下當時的情況 而第二種就是直接問問題 每次你開機時 便可以在上方輸入你想問的東西 便會即時用文字進行回覆 又或者你亦都可以輸入你想問的問題 例如你想記住知道最新的新聞資訊 便可以打 最新的香港新聞 請你用中文字回覆 記住要選用Check GBT for 才可以進行即時的聯網 現在整組指令便會變成 每當部電話面向自己 再長按Action按鈕 便會立即顯示到最新的香港新聞資訊 Tesla的車主也不用不斷開Apps那麼麻煩 現在只需要用Action按鈕 設定iPhone的方位 一按鍵便可以開到車輛不同的設備 首先便要下載Tesla的Apps 之後便繼續在 Device Orientation下方 選擇如果 Device Orientations的面向 是向下 Facedown 再搜尋Tesla便會有一大堆可以選擇的設定 包括在開啟前後車廂 關閉車窗 甚至打開充電口 今次示範開前置車廂 選擇自己的車輛 連接藍牙便可 現在各位Tesla的車主 可以自設不同的 shortcut 再長按Action按鈕 便可以輕鬆開到前置車廂 不過對於Tesla的車主來說 打開充電口應該是最好用的功能 如果你想保持每組指令都正確的話 就可以檢查一下以下幾項注意的事項 第一 就是每組指令的開頭 是不是Gap Device Orientation 而結尾又是不是結束如果呢 如果其中一組沒有了 或者錯了位 整組指令都會出錯 要更改的話 只需要在下方搜尋 再加回 然後再長按 移位去結束如果上便可 第二就是大家每次進去Action 設定指令的時候 都要去到最初設立的 檔案名 而不是開一個新的檔案 不然的話 Action按鈕便會 無法發出最新的指令 第三就是 每個方向只可做一個指令 大家便要考慮 平時用的手勢方向 來進行調整 不要重複方向 最後就是iOS 17.2Developer Beta更新版本 還加入了翻譯功能 大家只需要到軟件更新 選擇Developer Beta更新到17.2 就會有即時的翻譯功能 當iPhone識別到語言之後 就會幫你即時進行翻譯 去旅行就可以不用再買翻譯機了 不過即時翻譯 暫時是無法加入Shotcut 所以大家如果想用翻譯功能的話 只可以在設定中選擇 無法加入手勢了 今次的教學好像有少少複雜 但大家只需要跟足指示去做 就不會出錯了 還有剛才的指令只是部分示範 還有很多功能等著大家發掘 例如鎖定畫面 在指定時間開Apps等等 如果大家有新的發現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希望今次的教學 可以幫到iPhone 15 Pro的用家 大大地提升他們的指用體驗 等等 我們下輯的帳範圍 我們下輯的帳範圍